呵 你特么脑子坏掉了吧 就你这B样 还想当我老板的老板 别特么白日做梦了 莱恩公司老板的老板 那就是D绿雷塔集团的高层了 眼前这个穿着破旧衣服的家伙 能跟D绿雷塔集团沾上边就见鬼了 是真是假 等一下就知道了 时间应该也差不多了 程咬同 程总 还有鲁之前鲁总 你 你们怎么来了 见到来人 陈副总吓到失声惊叫 脸皮都下白了 这几个中年人 正是莱恩公司的最高层 领头的是莱恩公司 现任CEO程咬同 跟着的是莱恩公司 行政部总裁鲁之前 这两位大神 怎么会跑到这个小公司里面来了 就我犯的那点事 应该也不至于 让两位大神一起出动了 请问方小凡先生是哪位 我就是方小凡 对不起 方总 这个时间路上有点堵 我们来晚了 请您见谅 什么 什么情况 这 这超级大集团 莱恩公司的大老总 竟然对衣着寒酸的方小凡鞠躬 程 程总 你们这是 程副总 公司正在调查你的问题呢 没想到你转眼 就跑到方先生这里搞事情了 你可真行啊 程咬同这话说的 简直咬牙切齿 杀气十足 毕竟刚刚给总部打电话 拿到方小凡的真实身份资料时 他差点倒下尿 他手下的员工 竟然跑去栽赃母集团大总裁 而且对方还是臭名昭著的温神大老 这简直就是 把他往火坑里面推 程总 我的问题公司 不是调查清楚了吗 都是这家公司拿回扣利诱我 所以我才办了错 不过我已经把回扣 都转到公司账户里面 这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吧 没什么问题 我们莱恩姆集团 地律类他集团的董事长 帮我利用你个小垃圾 神什么意思 哼 你面前这位 就是我们莱恩上述集团的 第一大董事长 也可以说 是我顶头上司的顶头上司 你跟我说说 方董事怎么利用你的 我靠 我是不是在做梦 和我一起工作了一个月的方小凡 竟然是个超级大佬 妈呀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吧 他 他竟然是千亿大佬 那他来我们这市值千万的小公司 是什么目的 难道 难道是喜欢我 呵呵 现在能说说 给你巨额回扣的人 到底是谁了吗 陈副总也不是傻子 看了一眼神情平静的方小凡 又看了一眼 依然处于猛逼状态的姬伯达 瞬间只感觉一阵头晕目眩 灾了 今天彻底灾了 回扣都是姬伯达这个家伙给我的 本来我是不想要的 但这家伙为了承担 直接跪到我面前 所以我才才犯了错 马德辞到有不死频道 你胡说 分明是你用单子 威胁我给你回扣 根本不是我利用你 孙总 其是我 我不想听任何解释 错了就是错了 因为你的谎言 我差点冤枉了一个好员工 对不起小凡 是我冤枉了你 孙总 你们公司的事情 你们自己关上门去处理 现在先解决我们公司的事情 卢总 把我们的调查结果 给方董汇报一下 陈道黑 莱恩公司营销副总 其任职六年以来 获同清风公司基布达 布丁公司赵高等人 以失回扣的形式 侵吞莱恩公司资产六千五百万元 用以收受贿赂的形式 提拔数人进入营销部管理层 非法获利三百万元 还真没少贪啊 这这 这些都是基伯达他们那方人 用各种手段诱惑我做的 我 我知错了 方董 教你们网开一面 我愿意把我所有的钱 拿出来还给公司 我还可以做证人 揭露基伯达那方人的丑恶面目 帮助咱们公司挽回更多损失 劳资去你骂的 要不是你口口声声说 拿不到回扣就不签合同 劳资至于把那么多钱给你吗 你说的别把自己 拆得那么干净 莱恩公司 每年给你们公司的订单 有七八百万 除了给我的回扣之外 你自己还从里面拿了钱 别以为我不知道 基伯达 陈副总说的是真的吗 你真从订单里面拿钱了吗 孙总 你别听那家伙瞎说 我 你特么才是瞎说 这几年下来 你贪的钱起码有五百多万了 都存在你老婆的账户里面 呵呵 这个我可以证明 哇 基经理 这个你不陌生吧 你 你怎么拿到账本呢 完了 这下全完了 五百多万 这比公司这些年的盈利都要多 自从接手公司以来 我一直都在苦苦支撑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连续几年都没买过大牌包包 没想到我吃的那些苦 都是给你的享受做铺垫 我完全被你给当傻子骗了 好了 事到如今 你们也不用再推卸什么责任了 叫张三来处理吧 如果你们想减轻罪责的话 最好早点向寻补坦白 完了 这下全完了 孙总 你们公司员工 涉嫌对我们公司管理人员行贿 这件事情 我们必须要追责 请你们尽快准备好律师团队吧 完了 本来公司的盈利就不多 如果再被莱恩公司追责 赔偿对方损失的话 那对公司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我 我没有那么多钱啊 就算把我卖了 估计都筹错不出那么多钱来 公司破产是肯定的 算了 这里好歹是我工作过的地方 就不要再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这件事情就此了结吧 好的方董 我让法务撤销对孙总的起诉 只保留对姬伯达个人的起诉 方哥 我求求你已经行好 放我一马 不要让莱恩公司起诉我 求求你了 犯了错就要接受惩罚 这是你曾经给我说过的话 还因此想要我赔偿三百万 你不记得了吗 方哥 爷爷 我之前确实不是个东西 我替你惩罚我自己 求求你饶了我吗 方董 已经安排好了 两人每人一千两百台缝纫镜 嗯 带走吧 嗨 这个姬阎网终于被整支了 好 主人提前完成任务 系统特下发大礼包 哎呦 竟然是大礼包 哈哈哈哈 快打开 恭喜主人获得航空玩三枚 力量玩两枚 精力玩一枚 顶级升优技巧经验书一本 系统 我辛辛苦苦忙活一个月 你就给我这个 小小凡 谢谢你 我 我要怎么报答你啊 嗯 孙总请自重 那什么 你要是真想感谢我 那公司那边的废品 就都归我了 哼 本姑娘难道还没有破烂箱吗 真讨厌 哈哈哈哈 哈哈哈